我现在不想问别的 我想说别的 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其实我今天是不打算来 德鲁老师 但是 小丹也给我发信息 他告诉我 我不来我会后悔 所以我 有一个秘密他还告诉 我不知道 他没跟我说什么 我就想听听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秘密 能让我兄弟 抛弃这么多年的感情 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换 我说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要说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们去年一起做的那个项目 你得到的消息是亏了钱是吗 不信你自己问他 这个问题跟这有关系吗 到底亏没亏你心里清楚 他明显在挑拨我们 我没有 你不要 我只想让我说他明白 他怎样的一个兄弟 你先听说话 听我解释 你先告诉我小丹说的是什么事 这个钱 项目的事是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亏了赚了 他说刚才说是 他怎么会知道赚了亏了 我现在是不是又回了钱了 没回来钱就回来一次 回了多少第一次 小区阿姨都看着你们两个 成双陆队的走 你让我怎么想 你相信老毛 你就不相信我是吗 我承认我 我为什么照顾小丹 你不知道吗 我承认我 但是是错了 但是我后一秒就马上想了 你换回思考一下 如果我是你 你会去照顾他吗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后一秒就后悔了 你听得明白吗 后悔你有这么有理由吧 我告诉你 你这样做 你就是在打我的脸 没有 我不是 我并不是真的想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只是想 你才不是挑拨吗 我只是不想我们三个之间的关系变成这样 变成怎么样 就想把这一切解释进去 别吵了行吗 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够混乱 现在又扯上了经济 你是来告白 是说情感的问题 你跟我扯上经济的事干啥 陆老师我真的很气王叔 现在我不管你气不气 你现在就说情感的事 钱的事才下算 这是完美告白的舞台 不是经济论台 好吧 跟他的话 跟他的话 只限于情感之内 不说钱的事 听见了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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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